前世我和弟弟都被家族寄予厚望 弟弟被我爹带到边疆 沙场见夜 但他生性胆小 只爱绣花弹琴 最后兵败而死 我被送进宫里当贵妃 但我脾气火爆 皮刀就干 在御花园里追杀皇帝 被乱剑射死 再睁眼 我和弟弟一块重生了 风飞的圣旨传进我家 我弟哭着抱住了我的大腿 姐 我唯一的姐 求你了 你去打仗 我替你当贵妃 宝子们好呀 祝大家顺风顺水顺财神 给财神点赞后 评论区发送 谢谢财神 他就会感受到你的诚意 并多送你两个月好运哦 前世我和弟弟都死得挺惨 他斯文有理 又会弹琴又会绣花 却被我爹送去边疆建功立业 最后死在一场败仗里 听说身子断成两截 死得很不体面 而我自幼长于边疆 起码射箭不在话下 却进宫做了贵妃 跟皇后斗得你死我活 最后我和皇后都不是赢家 我死了弟弟 他死了爹 皇帝把我姬妹接进宫 跟我说这是他此生至矮 弟弟死讯传进帝京 皇上正陪着姬妹过生辰宴 姬母说人个有命 二郎也算站着死的 没有辱墨陪家门风 言罢 他开始讲述 皇上跟我姬妹的美好爱情 日后你们在宫里 姐妹童心也算有个照应 一家人最重要的就是团团圆圆 我看他言辞恳切 可能是真想团圆 如我这般生性善良的人 最见不得别人愿望得不到满足 但有个问题 一家人齐齐整整 总不能缺金少两 我弟死了 活着是真团圆不了 帮人帮到底 送佛送到西 我拎出压箱底的玄铁宝刀 先砍死姬母 又去御花园追杀皇帝 我追 他逃 他插翅难飞 可惜他有万元 乱箭把我射死 但是没关系 我死之前 把刚当上皇后的姬妹也砍死了 不知道皇帝准不准备把我爹杀了 九族萧萧乐 这下子我们一家真能在下面团圆了 眼前一片慌乱 我不知道怎么解释这件事 但是我就是重生了 而且我觉得我弟也重生了 培育冲进我房间 脸色苍白 神思不数 大姐 你快走吧 风飞的圣旨下来 就来不及了 你这个抱探性子 真是当不了贵妃 我弟死得早 只知道我在后宫过得不顺心 跟皇后掐来掐去 还不知道他死以后 我一人砍翻玉花园的壮举 他要是知道 估计更得让我跑 我还没来得及回话 我爹就兴高采烈的让人叫我出去 培言 快来接纸 皇恩浩荡 陛下要封你做贵妃 培育文言 脸色苍白 抖着唇说了句 完了 难道我重回一世 还是救不了大姐吗 我心想他 还是舅舅自己比较靠谱 老话说 有了后娘 就有后爹 古人成不我妻 我娘死后 继母入门 怕继母苛待我 舅舅把我接到边疆照料 培育则被送去东安山读书 培育读书之余 就喜欢画画弹琴 斯文清俊 但肩不能挑手不能提 而我打鸡骂狗 起码射箭样样精通 就是得龙颜工样样不行 逢年过节有宴会 我拿出去的秀品 都是我弟代工 我弟要是这辈子还在边关混 等我舅舅一死 他估计还是得伸手一触 但圣旨到家门 我俩就是想跑 也没机会了 我拍了拍培育肩膀 示意他少安无躁 兵来将挡 水来土掩 大不了我把他们都砍死 死过一次 害怕啥 培育文言 眼神一亮 大姐 难道你也 我给了他一个肯定的眼神 带着他出去 跪下截指 一边叩谢皇恩 一边在心里飞速思考 这一次 我和培育应该怎么找一条活路 我总不能直接拎着刀 去把皇帝砍死吧 爽是爽了 但那不是白重生了 我爹和继母没开眼笑 还几番嘱咐我 进了宫要好好伺候皇帝 不要给家族蒙羞 皇后是大 入宫千万要提防他 同父异母的妹妹 培肃眼含热泪 倒不是舍不得我 主要是她喜欢皇帝 其实皇帝也喜欢他 但皇帝干不过皇后 怕裴素进宫挨欺负 就把这口黑锅扣到了我脑门上 让皇后全心全意对付我 他跟裴素花钱跃下 等皇后倒台 皇帝立刻就把裴素接进了宫 天杀的 我一辈子没拿过针 最后倒是给裴素绣了套嫁衣 这是狗能人 我爹还准备跟我继续避避 我实在听不下去 猛地拍了一下桌子 我想静静 桌子颤巍巍 出现一道裂痕 我爹也颤巍巍 可能是回忆起我 亲娘在世的时候 一刀劈飞小花园 假山的壮举 小心翼翼的 带着继母和裴素出门了 连关门都没敢出声 我弟问我能不能跑 跑 怎么跑 咄咄藏藏藏活着 还有什么意思 我弟戚戚爱爱 那你接着进攻 我接着打仗 咱俩防患于未然 他揉了揉眼睛 长叹一口气 姐 其实我特别想当官 但是我真当不了武官啊 那长刀长枪 我一个都不会用 裴玉越说越难过 还不如我进攻 你打仗 我好歹还会秀画画画 没准能忽悠忽悠皇帝 我一愣 你别说 你真别说 这事也不是不行 反正那狗皇帝 上辈子就没进过我屋 我细细端向我弟 裴玉跟我一母同胞 如今身量差不多 他比我还白皙纤细几分 要是苗眉化妆 换上女装 估计比我还像个姑娘 他还在一脸愁容 为自己的边疆之旅 做心理准备 我突然开口打断他 要不你进攻 裴玉一愣 我就是胡说的 我一个男的我咋进攻啊 我挑眉一笑 理了理他的头发 怎么不行 你不是也代替我参加宴会 女装好几次了吗 我地位了我的闺名 可谓绞尽脑汁 怕京中人说我边疆长大 粗鄙不堪 他好几次穿着裙子参加宴席 还学了一口以假乱真的拟音 生死黄英 以我的名义写诗作画 就连我入宫后 皇后还几次三番问我 为何不肯再写诗 那跟进攻能一样吗 哎呀 一回生二回熟 我去边疆跟舅舅打仗 你就进攻当假贵妃 你帮不上舅舅 但我可以 只要舅舅还是节度使 咱俩就是把天子上 朝得大点点了 皇帝他也得夸着火着地争望 裴玉沉默着没有说话 扮上他咬着牙问了句 皇帝不走后门吧 我一巴掌拍他脑门上 读书人一天天 脑子都在想些什么东西 皇上这个贵妃 要得很急 不知道的 还以为他娘死了 他急着娶媳妇冲喜呢 以上言论 包含一些私人恩怨 主要上辈子没砍死他 我心气不顺 裴玉打扮一番 代替我坐进了进攻的轮车 而我留下书信一封 一人一马 直奔燕门关 听闻裴玉入宫时 我爹十分不舍得 人人都夸我爹 爱女心切 拉扯大前妻留下的一双儿女 十分不易 笑死 他压根没发现留下的 是他柔弱不能自理的儿子 边关一如往西颜色 黄沙漫天 老树昏压 培育当年来燕门关 是不得已而为之 我爹亲手断了他考功名的路 但这一世 我是自愿来的 舅舅是节度使 驻守边疆 麾下兵马 骁勇善战 可怜一旦名将 不死战场死朝堂 前世我爹联合皇帝 扣下粮草和援兵 舅舅死守城门 为了城中百姓战死 其实他只要带兵撤退 就无生死之灾 但打进来 突厥主帅生性残暴 每下一城 救命手下突厥士兵屠城 城中百姓实不存一 这世上之事总是如此 好人不偿命 像我爹和皇帝 这样的阴险小人 反倒可以荣华富贵 万人至上 不过没关系 前世的培育帮不上舅舅 我可以 念几子 我快马加鞭 直奔大军驻扎处 荒山的一条小路上 舅舅以为来的是培育 特意差人来接 来人是舅舅的副将徐恒之 听说培育是个斯文读书人 他还特意赶了辆马车 二公子 路上累了吧 徐恒之跳下马 见眉心目 英姿勃发 阳光下 银甲一声灰 我目光微顿 停留在他脸上 前世他一死在守城之战中 培育后来辗转托人 给我带了一枚玉佩 遇事好遇 克工粗糙 我知道 那是徐恒之自己克的 见我在土包上不动 徐恒之上前几步 害怕了 你姐姐入宫都没害怕 你怕什么 我转过身 掀起斗力 恒之 是我 徐恒之吓了一跳 后退好几步 怎么是你 片刻后 徐恒之想到了关键之处 那进宫那位是 我给他一个肯定的眼神 培育 徐恒之面色极变 明明周遭荒山野岭无人烟 他还是下意识压低声音 这是弃君死罪 万一被发现 你和培育都要死 我已在戍边 沟纯笑了笑 就算没弃君 我和培育也得死 若舅舅依旧是节度使 手握重兵 那么我和培育永远不会出事 怕什么 难道我入宫了 你就欢喜 徐恒之眼神微动 睫毛低垂 片刻后 长舒了一口气 不欢喜 阿言入宫 我不欢喜 那不就得了 恒之 上马 我翻身上马 回头展颜一笑 让我看看我不在的这段时间 你的棋树退没退步 胡闹 看得出现在帅账的我 舅舅气得猛拍了一下桌子 你们两个若是有个闪失 我以后怎么去见你母亲 舅舅出身草莽 小时候带着我娘辗转求生 娘死后 她是我如亲女 我一身武艺 都是舅舅亲自教授 比起亲生父亲 舅舅更像我和裴玉的爹 想到前世舅舅死得如此惨烈 我忍不住心头一颤 舅舅 换我入宫 裴玉来边疆 就会有好结果吗 裴玉自幼在东安山读书 却遭皇上厌弃 不得考功名 世人皆以为裴玉诗文不得胜心 笑话 皇帝那个草包德行 岂会看一个世子的诗 是我爹亲手断了裴玉的前程 舅舅粗黑的面孔 透出几分震惊 亚裔道 这跟你父亲有什么关系 虎毒尚且不识子 舅舅无论如何也没想到 我爹会害亲儿子 裴苏跟陛下互生情愫 他亲手绣的香囊 还挂在陛下的腰带上 为何入宫的圣旨 却落在我头上 我抬头 脸上带着淡淡讽意 干因皇后是大 我爹和陛下都不忍裴苏吃苦 才让我进宫和皇后打擂台 舅舅 父亲的刀 早就悬在我姐弟二人头上了 趁着舅舅震惊之下 说不出话的时间 我继续道 不止我和裴玉 你亦是陛下眼中之丁肉中之刺 你战功赫赫 官至节度时 风无可风 麾下大军战无不胜 可想过被威吓的不只是突厥人 舅舅惊怒 突厥人虎视眈眈 陛下怎么还能生出这样的心思 宁与外贼 不与家奴 陛下情愿边将百姓遭受突厥人欺辱 也不想权柄旁落 我言此恳切 舅舅 不是我胡闹 是我不想成为旁人垫脚石 死得不明不白 半晌 舅舅才吐出一口气 失了力气般 跌坐椅子上 他知道 我这人从不无地方时 也绝不会因为胡闹 就边瞎话骗他 你先出去 让我想想 我行了个军礼 沉默着起身 走到率账门口时 舅舅突然叫住我 培育他在宫里 会不会 舅舅声音有些迟疑 有一片刻才到 会不会被发现是男的呀 我斩钉截铁 不会 当然不会 皇帝此时 正跟培肃打得火热 压根就没心情找我 毕竟培肃 给他讲过好多 姐姐 在边疆的故事 在皇帝眼里 我是个杀人如麻 性情粗鲁的可怕女人 她才没心情去找我呢 我只需代表培家 好好约束皇后就够了 培育好歹也是死过一次的人 这点小事 应该能办明白 若是办不明白 那我这座姐姐的 原水解不了尽壳 也只能为她的屁股上 一炷香了 终于顺利到边疆 吹着风沙 我的心 才仿佛落到实处 显示我在宫中行事 处处受撤肘 只能眼睁睁看着 舅舅和培育惨死 还好如今 有了重来一次的机会 此生不论输赢 我培颜绝不再死得窝窝囊囊 不远处 徐恒之站在树下等我 他半眯着眼打盹 头上沾了点灰 日光透过树叶落在他脸上 洒下一片斑驳光影 像是头顶也长了眼睛 我一出来 他就抬头看向我 大帅怎么说 我耸耸肩 还能怎么说 我人都到了 总不好送回去 他叹气 摇摇头 大帅速来拿你没办法 只是你此番 确实也太大胆 阿言 要藏好身份才是 徐恒之面色正重 君中并非大帅一言堂 陛下的手 伸得也够长 我笑了笑 伸得长 就给他砍了 我伸手 用巧劲挑出徐恒之腰间长剑 挽了个剑花 一剑披在树干上 恒之都到这一步了 难道我要坐以待毙吗 徐恒之眼神一亮 培育从军 就是良策吗 舅舅言辞恳切 带着长辈 对一个女孩最真诚的期许 你毕竟是个姑娘家 难不成真上阵杀敌 有何不可 我比你手下的冰弱 舅舅如今时局动荡 女子若是没有本事 随波逐流 就能有好下场吗 要真是论富贵 我入宫岂不是更好 横树都有一口饭吃 风吹不到雨淋不着 就算战乱四起 突厥人打进中原 我也是最后一个死的 但这样就是好吗 身家性命都寄托于旁人身上 我不要过这样的日子 我宁愿在边疆吃苦 也不要做地精受不得风雨的娇花 舅舅看我良久 长叹一口气 起身 取出身后锦盒 河中一把匕首 寒光凛冽 借着烛火 映出我半面熔岩 好 那我就把传家匕首交给你 既然阿言你立此誓言 就做出点东西 让我看看 日后也不要说后悔 我接过锦盒 端正跪下 给舅舅磕了三个头 定不负大帅信众之心 好 我以裴玉的身份 留在军营后 形势比前世方便许多 舅舅遣了亲信 在我身边照料 我又托人定制邪靴 修饰过后 见状不少 很有几分少年英气 便是熟人在我身边 也不敢把我认成裴盐 毕竟放了养军处优的贵妃不当 跑来边疆吹沙子 正常人做不出这种事 但是我不正常 自我与舅舅肯谈过后 他常常带我出现在军营里 知晓真相的 只有徐恒之一人 我与舅舅接受良好 为他日日担忧 恒之 宽心 徐恒之苦笑摇头 战士一日不停 我就一日不得宽心 我俩一边讨论突厥人动向 一边往外走 忽听远处一阵吵闹声 只见两伙人站在练舞台边对峙 剑拔弩张 若不是军中 不许打架斗殴 恐怕下一瞬就要打起来 两方各有一个领头之人 一方是舅舅手底下的兵将 出身边郡 多是穷苦人家活不下去 才来从军 另一方则是来杜金的地精公子哥 只为凑点军功 日后回了地精 试图光彩 什么事在这里吵闹 没事好做了 我朗生制止 见我和徐恒之过来 舅舅手下的白副长 潜宇先收了半出俏的刀 冷哼一声 解释道 还请陪副将给我们做主 另一边 一个面容白镜 有几分清秀的公子哥 沈笑一声 一群贱民 知不知道我是谁 也敢跟我抢恋舞台 这人我倒是有过一面之缘 重言侯之子霍江岸 当今陛下的表弟 是此番前来杜金的公子哥里 身份最尊贵的 身侧有人三言两语 解释了事情始末 今日本该是前语待人在练舞台练习 却被霍江岸一行人抢了位置 两拨人本就互看不顺眼 立刻争吵起来 我淡淡偏眼霍江岸 冷声道 霍江岸 既然进了军营 就不论身份都是兵 军中自有形式规矩 你违背军纪 与人争执 我罚你实跪你可有意义 霍江岸脸色一变 你敢 我垂下眼截 眼去眼中嘲讽 我有何不敢 皇帝忌惮舅舅 常常往军中塞人 霍江岸作为皇帝的表弟 我看他不顺眼很久了 来人 军法处置 拖下去打尸军棍 霍江岸枪郎一声拔刀 我是重言侯霍家人 宁安郡主的儿子 我看谁敢动我 周围人 执着不前 面面相去 若非必要 没人想得罪权贵 见状 霍江岸得意笑起来 裴玉 别以为我不知道你底细 在这装什么大头算 你一个考不了科举的酸乳 来了军中还成了副将 真让人笑掉大牙 我弯了弯唇 是吗 我转身 拎起一旁的军棍 对着霍江岸的膝盖抽下去 今天我就让你见识见识 什么叫文武双拳 霍江岸惨叫一声 被我抽得跪在地上 我捏了捏止骨 抡起军棍追着他 接接时时抽了石棍 从来没挨过打的公子哥 被我揍得哀叫连连 打完他 我支着棍子站在一旁 朗生道 我知道 你们之中 有很多人暗地里瞧不起我 一个臭读书的 连战场都没上过 凭什么管我 我粗声粗气 学了几句将士们的闲聊 脸上却没什么不高兴 他们瞧不上我也正常 毕竟我出来乍到 就算有舅舅背书 在大多数人眼里 也只是一个矛头小子 肩不能挑手不能提 平白做了副将 总归难以服众 今天正好借这个机会 还有谁不服的 就上来比一场 我踢开或将暗 纵身一跃 跳上练舞台 来吧 过了这个村 就没有这个店了 下面的人面面相去 却无人感动 我也不急 慢悠悠地等着 若是没人来 日后我在听见什么编排我的话 就按军阀处置了 我来 练舞台下 一个不假的粗壮汉子 咬牙硬道 他跳上来 手中拎着一把长刀 比我高了半个头 居高临下地看着我 赔富将说话算话 打伤了你 可别哭着找爹 我勾唇 拎着军棍点了点地 废话太多 军汉大吼一声 直刀冲过来 我一个侧身闪开 动作太慢 说话间 军棍被我捂得虎虎声威 裹着镜风 抽在军汉身上 趁着他吃痛闪避 我点脚抬腿踢在他拿刀的手腕处 距离之下 长刀飞出 手中拎着的军棍横在他脖子处 点到为止 我抬了抬下巴 咧嘴笑道 下一个 看到我如此俐落地解决了壮汉 下面的将士也激动起来 不等他下去 就有人急不可耐地跳上来 我来跟裴富将过两招 连着挑飞十七人后 我也觉得有几分吃力 以着军棍站在一旁 如何 裴富将威武 下面一片热闹喊声 惹得帅杖中出来的几位将军侧目 闻得起因后 忍不住笑道 果然英雄出少年 大帅 裴富将真是有您当年风采啊 早知裴富将读书好 没想到功夫也这般好 我和舅舅摇摇对视一眼 文言都忍不住带了几分笑意 要真是裴玉在这 估计这会儿已经让人抬下去了 我那弟弟当真是一朵娇花 风大点都容易把他吹飞 想到裴玉 我笑容微顿 京中没有消息传来 也不知裴玉入宫过得如何 但如今形式 没有消息 便是好事 带众人散去 我才跳下练舞台 一回身 看到了蹲坐在树下的霍江岸 蹲这儿做什么 霍江岸撅着嘴 扭泥了半天 活像个没出格的大姑娘 不说话 我可就走了 言罢 我也没搭理他 转身离开 片刻后 身后传来霍江岸的声音 裴玉 对不起 我不应该说你考不上科举 你比我强 我一愣 再回头 霍江岸已经一溜烟跑了 留下我对着落日惊讶 难得贵族子弟 还能说出几句人话 练舞台上切磋后 军中对我的非议少了许多 军营就是如此 拳头大才是硬道理 但我来燕门关 不全是为了接舅舅的板 我虽存了私心 却真心想救定北军的百姓 前世舅舅死后 大军群龙无首 朝中无人可用 突厥人趁机破关 直入中原腹地 以定北军为首的边关郡县 接连失县 突厥人残暴施杀 百姓死伤无数 流离失所 突厥人所知之处 犹如人间炼狱 阿史纳是信奉狼王 以狼王后裔自居 游牧出身 只懂弱肉强食 畏微而不怀德 怀柔政策恐不能生效 舅舅看着沙盘点头 阿炎觉得 如何对待突厥韩国才好呢 自然是打服为止 只是草原地广人稀 把阿史纳是打回家 休养生息一冬天 明年还是要闹得边境不安 非常远之际 我听闻 阿史纳是并非铁板一块 如今看着兄弟手足互帮互助 盖音天朝这块肉饼 引着他们争抢 若是能从内部分而化之 让他们自顾不暇 到时我们再打过去 就容易许多 舅舅朗生大笑 说得好 他指着沙盘 讲起此番规划 我心底却涌起一股酸涩 前世舅舅也这般为边疆百姓谋划过 皇帝却怕舅舅声望太过 墨许了父亲 害死舅舅一家 十万大军马格果尸 边疆三郡陷落 死了那么多无辜的人 不过话来皇帝一句 各方势力平衡 总要有人牺牲 可怜吴定和边谷 游是春归梦里人 一个只懂玩弄权术 目光狭隘 刚愎自用 对子民毫无联系之心的皇帝 有什么存在的意义呢 舅舅 纵然突厥人全民皆兵 其术尤为精湛 但我朝并非没有好手 几次交手 也没落下风 为何一直拿阿使 那是没办法呢 舅舅正愣片刻 叹了口气 却没有说出话来 舅舅是个君子 尤其重情重义 先帝对他有知欲真 临终前托他为辅政大臣 舅舅也信守承诺 为皇帝勤勤恳 肯征战沙场 他之所以一直没拿下突厥王庭 都是因为皇帝连番阻挠 皇帝猜忌心尤其重 坚信平衡之术 若是舅舅打下了突厥王庭 岂不是功高盖主 见舅舅面露犹豫之色 我也没有再多说 冰冻三尺 非一日之寒 舅舅迟早会看懂的 阿言 我知道你对陛下十分失望 也知道陛下并非明君 但朝政之事 不是三洋洋语能说清的 我身在局中 很多事身不由己 不能凭一几只快做事 你只需要知道 陛下坐上那个位置 已经是多方博弈下最好的结果 我冷笑一声 舅舅 多方博弈 要对士族妥协 要让贵族满意 可有人想过百姓何姑 边将这十万将士何姑 他们在不知情时 已经被妥协太多次了 舅舅还要继续说话 我白白手出了军杖 但我知道 舅舅有自己的担忧 承认他手握重兵 军中却不是他一人说了算 皇帝也安插了不少人手 想要这十万大军铁板一块 还要多打几场胜仗 让皇帝的人不声不响地消失 总不能突然接干而起 大喊一声老子不干了 反他娘的 行军打仗 最怕事出无名 所有事都可以从长计议 只一件事是等不了的 冬天过去 兵抢马撞 突厥人用不了多少时日 又要南下 得趁此机会把他们打回家 跟舅舅商议过后 我带着小谷将士 先把燕门关附近的突厥散兵围剿一番 省得他们欺负此地妇孺 几次突击下 我在军中的名声越发好 众人再叫一句陪父将 已然心服口服 估算着突厥大军压境的日子 如前世一般 我爹被陛下清点 带人前往定北郡 上一时舅舅就死在三月后 我爹跟回立刻寒通信 舅舅没有防备他 战术提前暴露 燕门关内 驻兵图堂而皇之 送进了突厥大军的帅杖 舅舅死得不明不白 还背了骂名 说他冒进投敌 害死边疆十万大军 舅舅死后 培育死里逃生 却被我爹又逼回了边疆 也死在这漫漫黄沙之中 而我在宫中孤立无援 有心无力 只能看着亲人接连惨死 还好 上天给了我重来一次的机会 三日后 我爹带着圣旨前来 见我第一面 话还没说出来 我爹就先红了眼眶 俨然一副慈父母样 二郎黑了瘦了 他抹了抹眼眶 从怀中抛出一枚荷包递给我 这是你大姐亲自给你秀的 你姐姐在宫中也日夜惦记你 你可千万要保重自身 你和阿言都好 我百年之后才有颜面去见你娘了 文言 身后的舅舅和徐恒之表情都十分尴尬 千言万语一句话 我的亲爹呀 你是真认不出来儿子女儿啊 我接过荷包 秀功不错 一看就是培育亲自秀的 轻壳一声 压下笑意 我制止了我爹 继续发出惊人之语 等我爹和舅舅走了 徐恒之才凑过来 低声问我 真是你爹 如假包换 看来培育装得不错 我勾纯笑了笑 我爹比我有女人味 徐恒之垂下眼睫 轻声道 我就喜欢英姿萨爽的女子 则 作为皇帝清点的监军 我爹开始频繁出入帅账 没人会防备他 谁能想到他大好日子不过 非要去投敌叛国呢 哦 可能还是皇帝指示的 这种情况下还真不好 说他生是叛国 入夜万类俱寂 我拎着劫回的信哥 进了帅账 信职摆在桌子上 烛火摇曳 昏暗的光线下 舅舅脸色难看的 看完了一封密信 我一直让人盯着我爹 今夜他鬼鬼祟祟出军营 还找了个僻静地方放鸽子 鸽子离开他视线就被射落 我爹通敌的罪证 此刻摆在舅舅面前 裴侍朝这是在做什么 不防图放出去 燕门关失线 边疆百姓何去何从 舅舅 信中只有不防图吗 我抬头 神色嘲讽 若我爹不是投敌 而是中军呢 裴炎 慎炎 我捏起密信 抖落两下 这信中不是都写清楚了吗 陛下宁愿舍弃边疆三郡 也不想让你是大 舅舅 你中军爱国 中的是谁呢 连子民都可以舍弃的皇帝 就真的值得边境十万将士拼命吗 趁着舅舅脸色巨变 我继续道 你看到我爹今日穿的鞋了吗 鞋面是属锦呢 舅舅知道属锦多贵吗 不仅贵 还娇气 碰不得水 但我爹穿着它随意出行 边疆的百姓 吃饱饭都是奢侈 将士们冬日里连棉衣都配不齐 可帝经里像我爹这样的酒囊饭袋 多如牛毛 猪门酒肉臭 路有冻死骨 将士们在外拼命保家卫国的时候 心中贵族只觉得我们卑贱粗野 舅舅 我们要保护的是淳土无辜的大下百姓 不是那些只会享受吸血的贵族子弟 舅舅闭了闭眼 陛下选了你爹做这件事 是想坐收羽翁之力 对吧 若是事成 周家军重伤 我一死 陛下必能睡得安稳 若是不成 你爹被发现 作为殷亲也会牵连到我 对陛下还是有利 舅舅行军打仗多年 从来不是不知朝政的傻子 他只是没想到 忠心耿耿护卫多年的皇帝 会为了玩弄权术 致百姓安慰于不顾 可惜了 龙椅上做的就是这么一个 毫无人均之心的蠢猪 烛火印在我脸上 铜镜里 我的眼神明亮四星辰 两团火苗在眼中闪烁 舅舅 人为刀族 我为鱼肉 你真的要为了昏君 拖着边疆百姓 和十万将士一起死吗 换了密信内容后 我重新放了信歌出去 舅舅也开始有意防备我爹 他带着那封截获的密信 拉着亲信肯谈一夜 第二日 我爹就进了一个 精心为他准备的圈套 我爹可以死 却不能死于叛国 此时 舅舅与我失处无名 得道者多住 失道者寡住 自古都是得民心者得天下 仓促之间叛逃 只会得到叛党名头 但舅舅手握重兵 让他们看到我的军旗就发抖 二郎 你不擅长打仗 明日出征 不如留下 我爹把我叫到一旁 劝我不要跟舅舅出去 我看着他 许久不曾说话 上一世 他是不是也曾劝过裴玉呢 大抵是仅存的一点良心 不想看着亲儿子一块死 所以我爹只走了裴玉 但定北郡失陷 那些惨死的人 又是谁的儿子 谁的父亲呢 父亲说的是 明日我就不给舅舅添乱了 我爹欣慰的笑了笑 递给我一封书信 让我明日快马送去驿站 我拿着信 站在树下 黄土飞沙 日日如昨 原来 前世的裴玉 是这样活下来的 却不过是狗言残喘 为了权势 也为了斩草除根 最终裴玉还是买骨燕门关 为父不仁 为福不义 我爹今生被我算计 是他应得的 他要是个慈父 没准我和裴玉 都不会长歪 我们一家子 从根上就不太正常 如今图穷笔线 也很符合常理 父亲会上前线吗 我爹笑容里 带着淡淡的得意 那是自然 你老子 我当年也是跟你舅舅打过仗的 是吗 父亲从前没提过呢 都是多少年前的事了 提他做什么 身后 舅舅的声音传来 你们负责二人聊什么呢 我高声道 父亲说 昔日也跟舅舅打过仗 舅舅微笑 神情中带着几分 缅怀过去的怅然 事朝以前也做过我的副将 他那时功夫好 长得也好 你娘一眼就看中了他 我垂下眼睫 实在想不出 我娘该是什么模样 父亲 你也觉得愧疚吗 我娘是我爹 头像陛下的第一道见面里 全力轻压下 我娘是最先死的 不知道前世奈何桥团聚的时候 他有没有后悔 通信半月后 突厥大军赢了几场小型游击 这是舅舅故意设下的圈套 只等着我爹和突厥人上当 本应该离开战场的我 此刻正带着两千骑兵 从侧翼突袭突厥大军营地 马腿上缠着软布 夜行无声 身后两千精兵 在我带领下 直奔只有少许士兵防卫的大营 突厥人还做着南下的美梦 回立克汗的儿子 戈多王子 此刻就在大仗之中 一片火光中 我单枪匹马 升起了戈多 前世裴玉和舅舅都死在他手里 裴玉死的时候 伸手一触 戈多把他的头拴在马尾上 绕着定北郡的城墙拖行 这一事 客死他乡的 轮到戈多了 到 裴富将升起戈多 现在已经大胜归来 率仗中 舅舅忍不住带着人出来接我 培育性不辱命 而另一边 我和舅舅安排的埋伏 也截爆平传 只是我爹再也没有机会 活着回来了 荒山枯树 一地残尸 枝丫上站着几只乌鸦 紧盯着地上的尸体 我爹和他的亲信 都死在突厥人刀下 他身上 有我安排人放的最后一封 密信 信中说 他假意投诚 其实没有把真正的不防图送出去 我还仿照他的笔记 写了一段战术安排 不知道突厥人会不会搜尸 如果他们拿到假的战术安排 走上一条不归路 那就最好 当然 不搜也没关系 反正我又不亏 重创突厥大军 生情割夺王子 舅舅在边疆声望一时无两 虽然损失了我爹 但是无伤大雅 金钟的封赏 很快就下来了 我猜皇帝后曹牙都要咬碎了 这一次被封赏的主要是我 哦 是裴玉 陛下金口预言 英雄出少年 为了勉励我 让我继承裴家爵位 一同来的 还有裴玉送来的密信 姐 清点打慢点赢 你立功太多 皇上都要为了安抚 你宠幸我了 差点忘了 深宫内院 我还有个当贵妃的弟弟 前世皇后一家 也算死在帝王权术里 我走之前 特意跟裴玉言明 让她好好利用 能跟皇后结盟 最好不过 也不知裴玉跟皇后如何了 入夜 我端着一壶酒 坐在树边自针自饮 举杯妖明月 对饮成三人 身后霍江岸 拎着一点牛肉走过来 裴玉 你节哀顺变 霍江岸脸上带着点联系 不自在地安慰了我一句 军中都知道我爹的死讯 不知情的人都以为我伤心欲绝 月光落在霍江岸脸上 他比初见时壮了许多 也黑了许多 我笑了笑 拍拍身侧空地 示意他过来 小侯爷这次也立功了 打算什么时候回京吗 霍江岸摇摇头 我想留在定北郡 哦 还没遭够罪 他道 不是遭罪 那日你跟将士们切磋的时候 我觉得你那样才是真男人 我来边疆从军 其实不是家里安排的 大哥是重言猴狮子 名正言顺的小侯爷 而我在京城只会吃喝玩乐 我惹了祸 父亲说我是废物 我一气之下就跑到定北郡投军了 可能父亲说的对 我那时真是废物 来了定北郡也靠人照顾 还自觉高人一等 但是我觉得现在我不一样 陪父将 谢谢你那日的军棍 我也想做一个真正的士兵 我站起身 拍拍他肩膀 将手里的酒壶递给他 不管后事如何 至少此刻 我跟他都是真心 太阳头一眼而尽 大笑出声 爽快 收整一番后 我和舅舅都觉得 应当趁热打铁 一举打进突厥王庭 舅舅大后方压阵 我领兵突击 舅舅不必担忧 冠军侯封王拒续之时 也不过22岁 自古英雄出少年 兴许我也是个少年天才呢 舅舅摇头苦笑 拍了拍我的肩膀 万事小心 等你凯旋 万圣 我举起长剑 身后的骑兵 也跟着高呼万圣 明智星驰风宝剑 此军一夜取楼兰 舅舅 等我把回立可汗的脑袋 带回来 给你当尿壶 我带兵直入王庭之时 皇帝的圣旨 姗姗来迟 皇帝说 打进突厥王庭 劳民伤财 今朝应当修身养性 让边疆百姓得到喘息 他准备跟突厥人议和 娶突厥公主 船指的内侍 追了一路都没追上我 传信人说 舅舅说了圣旨 却说我已经带兵出征 只是不想看舅舅是大 但是他注定要失望了 我率军回城时 舅舅闻听胜利消息 带人来接 我翻身下马 把手里的锦盒递给他 姓不如使命 回立可汗的头颅 给舅舅做礼物 加到百姓 发出激烈的吼声 时隔十八年 大厦的铁骑 踏平突厥王庭 笼罩在边疆百姓头顶的阴影 终于散去 我不再是舅舅的外甥 而是用兵如神的少年将军 他日史书公彼 也有我一席之地 庆功宴过后 我称病不出 实则带人前回帝京 我爹死讯传回帝京 裴府只剩继母和裴素 现人说 裴素似乎有个儿子养在别院 皇帝倒是挺有闲心 但我在边疆履历其功 他真的敢向前世一般 接裴素进宫吗 况且 这一世皇后父亲进退得已 不曾让皇帝抓住把柄 而我回京 就是为了亲自跟皇后母家 催世一足面谈 催家知晓不少内情 招待我的是催家长公子 崔平辉 见过钟永侯 崔是公子 如蓝如设 斯文俊秀 手中一把折扇 不摇也风流 崔家只有一条要求 日后钟永侯逐鹿中原 皇夫要是崔是子 我一愣 微微挑眉 崔家消息倒是灵通 舍妹也是无意间察觉 崔平辉姿态风雅 萧萧君子 叔叔落落 他起身 替我侦查 平辉五岁开盟 八岁能闻 熟读京史 略通兵士 满地都的年轻儿郎 没有比我更适合侯爷的了 崔家宝有家资 日后也能成为侯爷的助力 崔大公子 不愧是地精第一美男子 目光深情地看着我的时候 我很难拒绝他的请求 美色误我 你怎知日后是我称帝 万一我跟培玉换回身份 你崔大公子 岂不是亏了 崔平辉倾笑 侯爷不是一般人 怎会辛苦一番 为他人做嫁衣 与崔家定下盟约后 我带着一批崔家提供的钱财 赶回边疆 自评定突厥后 世人也隐隐有此感觉 前来投诚的人数不胜数 舅舅不贪功 人人都知 如今周家军做主的是钟拢侯 几番试探之下 皇帝再也坐不住 船只让我进京 我以边疆不安稳为由 又拖延了一年半 这一年半 我在定北郡养精蓄锐 招兵买马 权力这种东西 谁拳头大谁说了算 平定突厥王庭的是我 手握重兵的也是我 至于皇帝 空有大厦正统的名声罢了 血脉值几个钱 他大下江山 不也是从前朝末的手中夺来的吗 皇帝不是喜欢玩弄权术 大搞平衡之道吗 我倒要看看如今形势 他还能平衡出什么 培育那边 我以贺寿名义 光明正大的送去八百府兵 且不说皇帝不敢动他 就算是他真的发颠 也得看看我给不给机会 霍江岸一直跟在我身边 他家也乐得两头下注 不管他的风骚走位 明面上演了一场 父子恩断义绝的戏码 私底下没少通过他给我卖好 死老头子还挺鸡贼 自难日肯谈一番后 霍江岸对我忠心耿耿 几次为我涉险 舍命帮我收复失地 识别三日当刮目相看 如今霍江岸像是 褪去灰尘的美誉 又像是一把出鞘的剑 锋利且光彩 将军要去平定高昌了吗 霍江岸明知顾问 他不能同去 此间还有事情需要他处理 三日后启程 将军要带徐恒之一起 我偏过头 眼带笑意 恒之是我亲卫 自然要跟我一同回去 他咬了咬唇 脖子都红起来 徐恒之能做的事 我也可以 哦 恒之能做什么 霍江岸扭过头 别扭道 反正我不会比他差的 我垂眸眼去眼底笑意 替他理了礼仪金 等我凯旋 霍江岸走后 舅舅才笑着出来 窈窕淑女 君子好求 催世那个大公子也来了好几次 恒之是我看着长大的 霍家这位脱胎换骨 阿言 喜欢哪一个呢 我笑了笑 哪个帝王只有一位红颜之己呢 打天下这么辛苦 我多几个可心人 也没毛病 舅舅朗生大笑 阿言打算何时与裴玉换回身份呢 总归还是要昭告天下的 我出生入死 日后若史书上都没有我的名字 岂不是亏大了 不怕有人阻拦你女子之身登基 自然不怕 不服就同我比划比划 突厥王平是我平定的 回力可汗也是我亲自砍下脑袋 我可不是平白无故走到今日 我跟那些等着父辈赠与权利的人不同 我的东西是我亲自打下来的 舅舅扶长大笑 好 有志气 三月后 我平定高昌归来 自此东西版图 皆由周家军接手 边疆十三郡 只认节度时 不认皇帝 皇帝遥遥传来圣旨 让我入京取长平 长公主为妻 历来驸马不得领兵 皇帝却不敢明说 让我交出兵权 而圣旨到的那日 我一箭批了圣旨 冷笑一声回了营帐 钟永侯要抗旨吗 我倒是想问问陛下 这是在做什么 当着使臣的面 我宁笑道 陛下这是想要造反的吗 同来的 还有培玉送来的密信 信中言 他准备服下假死药 由皇后和崔家安排离宫 到时候杀了我妹妹的黑锅 就扣到皇帝头上 等培玉辗转出逃 贵妃死讯 传遍大夏之时 皇帝终于坐不住了 他心知肚明 此时我手握重兵 又在西北经营多年 不止边疆在我治下 地境外的半数郡县 都已失去控制 一向喜欢制衡之术的皇帝 终于低头 封王圣旨 跟培玉一块来到农西 时隔多年 我和培玉再次重逢 还好这一次 我和阿弟活着见面了 大姐 你真是这个 培玉对我赞不绝口 你都不知道 自从你风狼居虚 战无不胜以后 皇帝见我就闭嘴 我天天在宫里横着走 你这个贵妃 倒是当得挺开心 听说自从你进宫以后 宫中再五子四降生 培玉勉腆一笑 嗨 我就是担心皇帝发疯 所以从根源解决了问题 让他不举一劳永逸 我一口茶喷出来 怪不得皇帝一个孩子没有啊 原来是培玉动手了 好好好 她果然就应该进宫当贵妃 真是宫斗圣体 我听说 你跟皇后关系不错 培玉面上扶起几分薄红 姚娘是个好女子 阿姐 等你登基以后 记得给我跟姚娘赐婚 我进宫才知道 姚娘一直喜欢我的诗文 我们在宫里秦瑟和鸣 一见如故 我蛮纯笑起来 前世 皇后虽同我斗了多年 但催是女郎 一直光明磊落 我意敬重她人品 没想到培玉能跟皇后 有这般缘分 也算皇帝做点好事吧 我问培玉 要不要给父亲上一炷香 培玉停顿片刻 苦笑道 还是算了吧 我怕忍不住 给她排位烧了 我和培玉相视而笑 两久 培玉滴滴叹息一声 若前世 我能像阿姐一样 骁勇善战 就不会是那样的结局 我拍了拍她的肩膀 阿玉 人各有志 不要为过去的事情 为难现在的自己 今生你我都尽力而为 不是也很好吗 我和培玉都小心谨慎 不曾暴露重生之事 尤其是在死人面前 死得太清楚 万一旁人也有此奇遇 那到时候 挨揍的就是我们姐弟了 还是小心为上 天下都在猜忌 皇帝杀了贵妃 给我下马威之时 突然有人传出消息 忠永王同父异母的妹妹 有个私生子 生父是皇帝 我问培玉 皇帝不是不能生吗 培玉笑嘻嘻 培苏那个小孩倒真是皇帝的 不过 我已经把皇帝不能生的消息 传回宫里了 我挑眉一笑 当即明白了培玉的意思 皇帝生性多疑 他怎么可能不怀疑培苏呢 若培苏投奔了我 李戴桃江 那孩子其实不是他的 他该如何做 真是可惜 那可是皇帝此生唯一的孩子了呢 走吧阿玉 回京给咱们妹妹做主 我舍了一个贵妃妹妹在宫中 另一个妹妹 还给皇帝生了个娃 这天下这么多女子 皇帝怎么就扯了我陪家欺负呢 这次 我再次返还帝京 江在外 吴赵不得回京 但此时 已经没人敢拦我入京 谁都知道 如今大下江山 半数都是忠勇王说了算 帝京坐着的皇帝 不过是花架子 腐朽的帝国 终将走向终点 回京那日 裴府设宴 继母和裴素 都小心陪笑 父亲一死 裴素入不得中宫 天还有个生父 不明不白的儿子 在帝京过得很是艰难 熟世的人都知晓 我跟裴素关系不睦 他就是扯着我的旗号交集 也要被讽刺一番 而裴玉多年来 孜孜不倦 散播消息 说我娘死的不明不白 是我爹为了娶继母入门 故意害死的 如今 我跟继母继妹不亲近 也没人多言 只说是报应 阿兄 你当真要做不忠不义之人吗 宴席上 裴素端着酒杯 言辞恳切 我那孩子 也是裴氏血脉 日后 他认祖归宗 登基为帝 阿兄你自然想不进荣华富贵 一笔写不出两个裴 亲外生做皇帝 又名正言顺 不是很好吗 我差点笑出声来 裴素 这番话 谁教你说的呢 我看你 真是蠢的不可救药 你那血脉不清不楚的儿子 也配当皇帝 不过你放心 我留着你们母子 还有用 裴玉 裴素面色难看 你当真要造反不成 你就不怕父亲 酒泉之下难安吗 你都未婚生子了 父亲也没诈尸 可见父亲气量大 能容下你 自然也能容下我 我伸手 接过裴素手中的酒杯 冷笑一声 捏着旁边继母的嘴 挂了下去 裴素想要阻拦 但她一个弱智女流 裴素 真是害人听闻 难道你们母女 想对我下手吗 我可是朝廷命官 你知不知道 毒害朝廷命官 是什么罪 你和你那个小出生 都不用我说话 自然有人送你们上路 都到了如此情形 裴素竟还想着给我下毒 原来皇帝喜欢的是 这种蠢货 这大概就是惺惺相惜吧 知道皇帝 为什么让你来对付我 自己却不出头吗 因为他想一石二鸟 你自以为给他生了孩子 就能出头 人家却根本没想 认你那个孩子 裴素哭出声 不可能 若不是你横家阻拦 我早就入宫了 我笑嘻嘻 你不会边瞎话 把自己都骗了吧 骗骗哥们得了 别自己业心了呀 当初入宫的圣旨 为何落在裴炎身上 是他去求的吗 你和皇帝两个 只会躲后面 放冷箭的废物东西 想要权势 又害怕责任 世上可没有这样的好事 你 我怂怂间 哎呀 妹妹快看 你娘死了 我看着痛苦挣扎的继母 缓缓勾起唇 裴素还活在这一方宅院里 以为跟我是姐妹争斗 皇帝撑腰 给我一杯毒酒就能解决 但我如今 可不是随他们 摆弄的丧母长女了 裴素 害死了亲娘 感觉如何 裴素回头 眼带恨意 别这么恨我 就算恨 你又能拿我怎么办呢 出门后 我让人把裴素的孩子 带来我面前 马得死孩子 长得又像裴素 又像他爹 看了我一股子火 那小孩养着头 看我的目光颇为不善 你就是裴玉 我点点头 等着他接着说话 乱臣贼子 这天下是父皇的 你快跪下给我磕头 不然父皇出兵 有你好看的 真是不讨喜 我弯下腰 毕竟是小孩 我一身杀戮带来的血腥气 吓得他脸色苍白 我无心跟一个小孩斗嘴 只是想看看这孩子 像不像皇帝 很好 挺像 带进宫 忠勇王 你怎敢擅闯宫门 皇帝的护卫举着剑 言谈间却带着几分色缩 他们怕我 他们自然怕我 权力这种东西 握在谁的手心 谁就有支配世界的能力 让开 我今天是来跟皇帝说好事的 什么好事 有人壮着胆问道 我瞥了他一眼 一脚把他踢出去 什么东西 轮得到你来问我 诸宏大门一如前世 宫里还是我记忆中的样子 前世 我拎着刀 死在这道诸宏大门之前 那是皇帝说什么了 他说 不自量力 而今 轮到我来问他了 我入宫后 徐恒之一带兵进京 城外十里处 就是我麾下大军 城中闭门闭户 普通百姓也嗅到了危机 大家都躲在家里 不知道外面天色如何 皇上坐在大殿之上 见我一身煞气 无罩入内 面上强撑出镇定 忠永侯 你想造反吗 你就不怕万民指责 我弯纯 瞧您说的 多吓人啊 臣哪里是要造反 臣今日找您 是为了大下江山有计啊 我临出身后下呆了的小孩 陛下 您看这孩子 像不像你 这可是我妹妹 九死一生 给你生的儿子 你开心吗 我手握重兵 耻辱 闭了闭眼 终于憋出一句 是朕的儿子 皇上肯认就好 明日早朝 封这孩子做太子吧 君侯只取地位 也无人敢智慧 为何还要封太子呢 崔平辉跟我谈完时政 忍不住问我 我勾纯 笑了笑 没有同他解释 能兵不学任 拿下帝京自然最好 我麾下都是 跟我出生入死的兵 若是有办法 我不希望他们 死于全力倾压 平辉 你去过定北郡 那里的百姓过得很艰难 但你看帝京 赔肃得宠时 一件衣物 都够边疆三口之家活五年 其实百姓很淳朴的 只要有口饭吃 丰衣足食 再辛苦的日子 他们都坚持得下去 为君者不为子民着想 他配不上这样 淳朴踏实的百姓 崔平辉对着我行了臣礼 君侯能保证 日后不让百姓受苦吗 我朗生一笑 我活着时候自然能 至于我死之后 那就是后人的事了 平辉 这世上之事 没有一成不变 大下立国之时 不也是想救 有天下万民于水火吗 我只起崔平辉的手 我只希望 至少我们活着的时候 能让这个时代的人 风衣足食 崔平辉眸光温柔 回握住我的手 故所愿意 不敢情儿 皇帝第二日 不服不愤地 认下了裴素的儿子 裴素也终于实现愿望 入主中宫 至于皇后 则在我跟群臣的见证下 与皇帝合离了 天下哪有合离的皇后 皇帝简直要发疯 我笑了笑 你之后就有了 皇后依稀就是模样 无人处 出嫁从夫 若非军侯给我指了一条路 我终其一生都不会想到 女子亦可建功立业 待军后日后大业集成 我和家中姊妹 也想参加科考 为陛下鞠躬尽瘁 好 我府长大孝 就需要你这般有志气的女子 到时你与我阿弟同朝为官 可不要让她 皇后玩耳一笑 如今不能叫她皇后 她有名字 崔瑶 但我等归为尘土 史书之上 亦会有她名姓 半月后 帝后要在宫中设宴 为我接风洗尘 徐恒之替我整理好衣衫 笑道 咱们陛下 这是学人家设鸿门宴的呀 那也要他有这个本事 我入宫时 身上还带着配件 引人侧目 皇帝和裴素坐在上手 裴素看我的眼神憋着坏 不知道又想做什么蠢事 带人来齐 裴素才四等不及一般 站起身指着我大声道 今日照诸位前来 事有一事要说 钟永王其实是个女子 她根本不是裴玉 而是我大姐裴炎 宴席上群臣 被这个消息惊到 讨论声不绝于耳 皇帝眼中带笑 裴炎 你一个女人抛头露面 真以为能瞒天过海吗 你若是此刻谢罪 朕可以既往不救 不然你们裴家百年生育 可就被你毁了 裴素也跟着帮枪 姐姐 你不是不敢认吧 寻臣在此 你敢验身吗 两人你一言我一语 似乎抓到了绝妙把柄 我却忍不住笑出声来 我本就是女子 有何不敢认 我认得干脆 裴素和皇帝反倒愣住了 你 你既然承认了 还不认罪扶法 扶法 扶什么法 陛下 您是发疯了吗 我拔剑出鞘 一剑劈开面前桌子 环视一圈 目光所到之处 无人敢与我对视 如今边疆安定 国朝安稳 是我一刀一枪打下来的 你该不会觉得我是女子 立下功绩就不被承认了吧 我回头看向群臣 目光所致之处 无人敢与我对视 崔家族长率先出声 自然不会 君侯功绩 天下皆知 难道还有人会因此而质疑吗 崔家早知君侯身份 亦要助君侯成事业 言霸他面上带出几分动容 臣只是心疼君侯 南北征战辛苦万分 不知平徽照顾君侯 可还得宜 平徽仰慕君侯已久 多谢君侯体恤 崔组长一番话 讨论的人都熄了火 是啊 就算我是裴言 但军功和百姓的支持 是实打实的东西 众人反应过来 立刻暗骂崔是老坚居滑 开始思索 家中子弟有没有合适的 能送到我身边来 我拎着剑 夺不上钱 陛下 您知道 我等这一天多久了吗 我只是想让您好好看看 自己是怎么败在女人手下的 裴素 你儿子如今是太子 只要皇帝死了 你就是太后 我看着裴素缓缓道 你是要儿子 还是要陛下呢 言霸 我拉着裴素的手 塞给他一把刀 裴素发着斗 看向皇帝 陛下 素娘 不要信他 裴素握着刀没有动 皇帝则跟他追一网 西好师姐 眼中一片深情 裴素忍不住动容 凑近几分 下一瞬 皇帝突然夺刀 扎进裴素脖子 就嫁呀 皇帝仓皇出声 宫室内竟没人赶上前 几位宗氏族老面路不忍 神色灰败 却不敢顶着我的怒气就皇帝 人人都知道 皇帝是强母之末 真正如日中天的 是我忠勇王裴炎 天下早就变了名姓 我及时拦下刀 裴素只受了皮外伤 陛下 你竟然这样对我 裴素捡起刀 愤怒地反击 皇帝受了我一脚 伤及肺腑 裴素手中还有刀 他难免落入下风 最后 裴素亲手了结了皇帝 是你逼我的 皇上滚落地上 死得十分不体面 裴素回头 拉着下哭了的太子 疯了一般大喊 我是太后了 儿啊 你要做皇帝了 话音未落 他正愣低头 看到太子手中闪着寒光的铁刃 穿透了自己的胸膛 太子抹着眼泪道 我为父皇报仇 君侯就会扶我做皇帝 裴素身子厚仰 我扣住他脖子 低声道 蠢货 真以为我会放过你吗 我只是想看他们一家人狗咬狗而已 身后群臣愣住没有说话 我冷冷回眸 愣着做什么 陛下死了 还不赶紧扶太子登基 我摸了摸太子沾着鞋的脸蛋 真是可怜 国不可一日无君 太子登基吧 三年后 新帝以自身无财无德 田居地位为由 下诏善位于我 我推辞几次 在群臣相寝中 登基为帝 改国号为周 改年号为建武 丰崔世子为正军 右立北将军徐恒之 和崇严侯之子 或将案为侧君 女帝登基 朝堂为之一心 上至世家下道庶民 皆有女子出世 走上政治舞台 女帝右立太女 三代女帝后 时任再见 古吉言女子不可出世 只觉沧海桑田 我登基为帝后 自然有不少皇室宗族不满 危机与新生并存 但这也无妨 我毕竟是公马得天下 想和我作对 也要掂量掂量 自己有多少本事 而我亦以民为众 轻摇薄税 休养生息 开放边疆护士 重拾农丧 已然一派繁荣向上之景 又一年春兽 裴玉跟在我身边 聊完了正事 突然笑道 听说北帝此番进贡 送了一对双胞胎王子过来 生得十分美貌 阿姐 你这后宫可是要天心人了 我一见射落野兔 勾纯道 到时 看看在意 史记 周太祖培炎 善征战 通兵士 以其地培育之名 出征燕门 北定突厥 后又征讨高昌 未有败计 末帝善位于太祖 太祖人而爱人 在位期间正不出户 天下艳然 刑罚喊用 罪人世袭 民物驾塞 衣食自职 史称建武圣士 全文完